希望联盟执政中央之后致力兑现他们的百日新政十大承诺 包括废除消费税 恢复燃油津贴等等 而后任财政部长林冠英他在选前也曾经向宾州的选民承诺 一旦希望联盟在宾城重新掌权的话 就会废除宾城的第一大桥所有的收费站 那现在希望联盟不只是保住了宾州政权啊 就连联邦政府也大权在握 那林冠英什么时候会兑现他的承诺呢 而他今天回到宾城就被记者追问这件事实 他当场就给出了一个答案 后任财政部长林冠英在中国驻宾城总领事的陪同下 到宾城远顶科学馆参观中国赠送的模型火箭时 被记者追问及时废除宾城大桥收费站 那他回答说当务之急是兑现新盟政府的百日新政 过后再处理其他事项 另外林冠英也提到 前朝政府所公布的财政报告和实际的情况有出入 他强调财政部将会进一步的审查和研究这些报告 并确保所有的资料公开和透明 另外获得首相马哈迪唯以重任 更上一层楼到布城当关的雪州大臣阿兹敏 今天早上十一点左右 抵达雪州沙亚南加央安王宫 进见雪州苏丹 征询是否辞去雪州大臣的职务 当他的官车离开王宫时 等待已久的记者马上蜂蜂而上 而阿兹敏也中途停车 打开车窗 回答记者关于汇报的结果 阿兹敏坚持不肯透露半句口风 要大家等到明天早上的雪州王室稳告 那就知道他会留守雪州 还是出任经济部长 在从车离开之前 阿兹敏还向等候多时的记者道谢